交接接任 疾管署長 莊恩祥似乎太緊張 口誤引得全場大笑 長官防疫專家 全都坐在台下 就連從未曝光的妻子 也難得現身力挺丈夫 挺過三年新冠疫情 疾管署新人士 格外受到關注 但因疫情衍生的缺要問題 如今卻傳出健保署 四月大砍要價 原本傳出要砍 一百五十億健保要費 但是技師砍八十一點八億 影響超過六千款藥物 大多是慢性病心血管用藥 相關細節二十四號公布 新藥價預計四月上路 如果這六千個品項砍下去 至少五六成的民眾 他的用藥 他的品項會落在 這個六千多項中間 以前都是幾百億 幾百億的 一百多億的在砍 那這次聽到說 可能就是八十幾億的 一個金額 那砍藥價其實往往 對於工藥層面來說 會有一個短暫性的影響 單有砍藥價讓缺要問題 雪上加霜 健保署祭出三個原則 以低於基本價的藥品 不調整 調整後低於基本價 也以基本價算 而缺要的品項不調整藥價 希望確保廠商供應意願 那在疫情之前的話 其實那一年也是砍了七十幾億 所以這樣子兩年合計去算的話 那比那個幅度不算高啦 所以應該不至於說造成 這個所謂的那個 藥品退出市場的問題 除了藥價 健保署針對海外國人 停付保制度也將改革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且涉及者 無論在國內或國外 都要續繳健保費 國人旅外超過兩年 而遭除籍 回國後要家保 須有半年等待期 修法預估明年 送立院審查 渴望二零二五年上路 進行文 請你女主要怎麼到 微可下載進行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革命